今年夏天一步流离的爆火让其中的男女主陈毅和袁冰岩 一夜之间成为了无数观众们心中最受欢迎的演员 尤其是陈毅更是长粉无数 一夜成为了当红小生 收获了无数观众们的喜欢和支持 后续的优秀资源也是随之增加了不少 可谓是让出道十多年毫无水花的陈毅 终于享受到了爆红是一种什么感觉 也正如此 陈毅便趁热打铁接连宣布了多部电视剧作品 一时间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几大关注与热议 第一步就是与张雨昕合作的微波鲜火的男风之我异 据悉看剧改编自同名小说男风之我异 主要讲述了男女主义开始从误解到经历生死后的两心相许 发生事故后他们被迫分开 但重逢后真正成为了一对甜蜜恋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光从故事情节来看就吸引了无数网友们的眼球 而且就在前两天官方也是删除了一段两人的花絮照 从视频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张雨昕和陈毅狼才女猫 好像满屏都是粉红泡泡 尤其是男女主演神的张辉更是让观众蠢蠢欲动 纷纷直呼期待该剧的播出 第二步就是由李立群 陈毅以及尹正主演的《爱在风起云》用时 主要讲述的是男主在陷入多重打击下 在三位导师的栽培下成长为一代少年英雄的故事 陈毅在剧中担任男主角 而且剧戏其中还有很多打戏 也期待我们能看到陈毅在剧中与众不同的另一面 第三步就是再次与张雨昕合作的梦醒长安 两人经过多次合作想必早就默契十足了 只要剧情不要太拉垮 相信凭借两人的默契以及演技 一定能将该剧再次打造成一部 备受观众好评的古装剧 我们也是非常看好两人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第四位就是由多位大咖演员 比如冯绍峰 尹儿等主演的《山河明月》 讲述了朱迪从年少时征战沙场之后 成就一番伟业的故事 陈毅在其中饰演少年朱迪 剧照中帅气精纯的模样也是备受观众好评 最后一部就是陈毅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由他和尹儿主演的谍战剧《深浅》 据悉该剧不仅演员阵容强大 就连剧情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 因此该剧一定会成为当下爆款剧 看来陈毅这是要刷屏的节奏啊 不知道大家最看好哪部剧呢